北京时间7月29日晚 2023年国际泳联游泳试景赛 在日本福岗海洋中心继续进行 在女子800米自由泳决赛中 中国选手李宾杰以8分13秒31成绩 创造了新的亚洲记录 获得银牌 莱德基拿到金牌 21岁的李宾杰来自于河北省 他参加过两年前的东京奥运会 夺得了女子400米自由泳铜牌 以及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2021年李宾杰还获得了 全运会女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 和短持游泳试景赛女子800米自由泳金牌 在本届试景赛上 李宾杰在女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 以15分45秒71的成绩 获得了一枚铜牌 值得一提的是 李宾杰在这场决赛中沉着冷静 在最后50米从第6名追到第3名 逆袭摘牌 决赛开始 第一个50米之后 李宾杰排在第5位 美国选手莱得基已经建立了领先优势 100米之后 李宾杰降至第6位 莱得基则扩大了领先优势 进入到比赛中段 李宾杰的位置升至第4位 来到后半程 李宾杰又降至第5位 莱得基则孤独的一个人领先 比赛的冠军悬念早已结束 在最后200米 李宾杰开始发力升至第3位 并努力追赶第2名 比赛最后100米 李宾杰奋力反超了澳大利亚选手 升至第2位 进入最后50米 李宾杰稳住第2位 稍稍领先于澳大利亚对手 最终李宾杰第2个道边 获得了银牌 李宾杰的成绩是8分13秒31 创造了新的亚洲记录 获得了亚军 冠军莱德基的成绩是8分08秒87 澳大利亚的蒂特马斯 获得季军 成绩是8分13秒59 中文字幕组